得知十号与七神同归于尽后 众人有何反应 虽说开战前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但黄宇到底是低估了十号的决心 在他感觉已经稳操胜券时 十号果断施展动天活迹将他定住 随后又引爆了自己的至尊骨 下界的七位尾神自此全部陨落 十号也因此到了游进登窟的地步 不久后便在石村雨市长辞 得知此事后的众人有何反应 一 悲痛和懊恼 这是对石子林夫妇的最好形容 十号又年不安事事时便与他们分开 一直靠着自己的努力唯一阵巴育 成为下界最惊艳的人间 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父母的保护 反而还靠自己的力量就出了父母 然而重聚没多久便阴阳两格了 十号清楚父母在布老山的处境 虽然秦号已经完成了至尊涅槃计划 但他们在布老山并未站稳脚跟 并不能动用这一不朽大叫的力量 因为在得知七神下界一世后 十号没有前往布老山向父母求援 反而瞒着他们与七神进行决战 这不愿牵连他们的懂事态度 在十号死后反而更让他父母觉得惭愧 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悲痛之中 十字林因此而开始封魔 立下了铲除七神所在势力的誓言 随后便与秦号一同前往上界修炼闯荡 疯狂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秦一宁始终无法从自责和悲痛中挣脱 选择留在石村为十号守护 直到布老山假传十字林父子出事的消息 秦一宁才被骗回了秦祖 二 惋惜的下界众生 对下界八域的云云众生来说 十号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部分大族知晓八域大姐的真相 十号的反抗不仅为他们出了口恶气 更是跟出了下界之后无数年的隐患 因此在传出十号陨落的消息后 十国黄豆内前来吊咽的人络绎不绝 百姓痛哭 强者垂类 敌对者弯腰 十号在那一刻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上界大教的傀儡对他心存尽敏 与他相交的上界天骄为他扼腕 即便是敌人也不敢在他的灵前搅扰 十号的声望在这一刻达到顶峰 其他国家的皇帝远不及他万一 三 气愤的上界大教 这已经是第二次在十号手中吃亏了 第一次想接下界道统 暗中掌控十国 被十号强势镇杀了所有执行者 这一举动打乱了这些巨头们的布置 于是才有了耗费巨大代价 送神火镜强者下界的一幕 暗中上界大教巨头们的想法 是让这些神火镜的人寻找宝藏 在下次两界交会时将之带上来 在经历了不灭生灵的风神一战后 神火镜已然是下界的一方巨拨 操控异国可以说轻轻松松 这群人可以加强上界对下界的掌控 从而极大提高寻到宝藏的概念 这也是这群在上界全是滔天的人 愿意承受占天意这等风险的原因 十号将他们送下界的尾神们击杀 意味着这些巨头们的计划再次破产 他们还因此失去了对下界的掌控 这对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巨头们来说 无疑是狠狠抽了他们一巴掌 因此在十号复活来到上界后 七神所在的势力都曾出手针对他